先生 不好意思 你的空氣清淨機到了 蛤? 空氣清淨機? 空氣清淨機 蛤? 空氣清淨機 你買了什麼? 喔 空氣清淨機啊 空氣清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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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是阿貴 他是凱特叔叔 進開箱 空氣清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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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是處理器呢 是8核心AMD的處理器 然後特規的GPU也是AMD的 我們現在外面的記憶體大部分都是DDR4 他的呢是16GB的DDR6 那他的存款給了1TB 但你實際上可以使用的話 我沒記錯是825GB 提供到8K的資源 還有新的4K 120Hz嗎 光碟版 建議售價是15980 那其實他還有另外一個版本 是數位版本 數位版本的話是12980 那這次還有一個很特別很特別很特別 就是主機的底座 主機的底座 在過去在PS4的時候 主機的底座是要另外付費購買的 那這一次呢 他PS5他就直接附贈在他的盒裝裡面囉 你想要站著 躺著 都可以 在PS5的主機部分啊 你可以從他旁邊側邊看看 像什麼 南山微風大樓 原來他就是一台最大的PS5啊 沒有啦開玩笑 那首先呢 是在他這個主機的背面啊 他的HDMI有支援到HDMI 2.1的部分 也是新的格式 那再來就是他的主機的正面的部分 那在他這邊的位置 他有一個是Type-C的插孔 那上面這個USB 他是附到USB 3.2 那在遊戲存取的部分呢 他裡面所採用的是PCIE M2的一個規格 所以他的讀寫速度是 將近是之前的PS4 所使用的SATA的SSD 還要來得快 至少快四倍 但是他目前主機啊 有一些限制 就是他目前暫時沒有開放擴充的功能 應該是要等就是事後這些東西普及了 他才會慢慢把它釋放出來 他現在其實還有一個活動就是 像首批的玩家 把你的PLUS會員登進去啊 他裡面送你至少18款的遊戲 那這些18款的遊戲大作其實 是之前PS上面都是蠻有名的大作 例如說Final Fantasy 15 或者是那個 最後生還者是魔物獵人世界等等 這些遊戲他是免費送喔 那在這一次的主機外觀設計呢 很多的網友都會說他長得非常像海馬社長 而且他這一次有一個非常非常厲害的地方在 壓花的設計 對這個壓花的設計啊 他直接把他搖桿的方塊 圈、叉、三角 都把他放入他的設計元素裡面 他這個東西呢會放在主機上面跟搖桿上面 其實我還很在一個地方 一般來講我們像主機之前的PS4 他是消光黑對不對 他比較不容易沾像那些毛啊東西 他中間這邊一整條 超容易沾東西 對 這是 這是我蠻尷尬的點 因為像我有養毛 所以這一台啊 就是一定會有靜電 會有一些落成 很容易會站在上面 現在已經沾一堆貓毛了 對 都吸上去了 我家裡有三個老大 所以他們的那個毛啊 都會降在這個上面 那 這邊這邊這邊 這個是蠻希望就是 如果有下一代Pro版本的 這邊可以去做一些效光的設計 他這次在主機的設定上面啊 他的搖桿比較特別 就是 他的一些觸控的部分啊 他會有把體感帶到搖桿設計上面 阿貴你知道他怎麼把體感的東西 帶到這個搖桿設計裡面嗎 嗯 振 振動更大嗎 振動更大 你只會想要振動 嗯 像我們在玩遊戲啊 有一些 拉弓的設計 類的一個動作嘛 那你可能在按L2的時候 那個按下去的力道 他會隨著你拉弓的強度不同 按下去的力道也會不一樣 喔 他是把這個真實的體感 也是帶到這個手把的設計 官方的數據來講 他實際是 PS5的遊戲 才會有支援這項功能 所以如果你是PS4的遊戲 然後你在PS5上面玩的話 是沒辦法體驗到這種功能的 他的握感 有一點點像那個 XBOX1的菁英手把 他的握感是更好的 對 因為要玩你整個手有沒有 這樣 整個可以這樣 包覆住握住他 其實拿起來是更穩的 嗯 對 接下來來進到一些問題的時間啦 有一些網友有傳訊息給我 他說 現在有必要買到PS5嗎 通常不是新出的就是買新的嗎 其實會有很多人會有這樣的疑問 那其實我要先告訴大家就是 如果你現在還沒有買到PS5 你也不用太擔心說 就是 損失哪些東西 遊戲主機啊 PlayStation的主機一台通常壽命會是7年 也還蠻長的 那再來第二個就是 呃 PlayStation其實在主機的交換期的時候 他會有很多的遊戲 都是做 雙系統 喔 雙四代 就是例如說這片遊戲他有支援PS4 他也會有支援PS5 那除非就是 可能等過一兩年左右 會有一些是PS5獨家的遊戲 這時候再來煩惱 不然基本上其實 遊戲的重疊期啊 我預估應該照往年的紀錄來看啊 通常會有兩年左右的時間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現在還沒有買到PS5主機的 你也就是不要太灰心 對 因為遊戲基本上你是想要玩遊戲的人 你玩的是那個遊戲 那基本上你在玩那些遊戲 他都是可以玩到的 呃如果你之前沒有買PS4的話 那其實我還是會比較建議你買就是 數位版的 第一個數位版成本開銷比較低 那第二個就是 PS的那個商店上面 其實他的遊戲很常會去做一些特價的活動 那這個特價活動其實就是 讓你在買數位版的遊戲的時候 價格也算蠻便宜的 光碟版的部分啊 除非你今天是遊戲的收藏家 或者是說像凱書就是 有一種習慣就是 遊戲啊 如果是單機遊戲 我會習慣買光碟版 因為光碟版通常就是 你玩一玩你破台了 那你就再轉賣給有需要的人 那其實你玩一片遊戲的成本 你可能大概只花一兩百塊左右 那其實那個CP值也是蠻高的啦 那遊戲人就是喜歡收集遊戲片 或者是他的主機真的是 後續有想要拿來看影片等等的 那他可能光碟版 其實對這類的用戶組群 也是比較OK的 再來呢就是 如果你現在是有 PS4遊戲的玩家 你也不用擔心說你買的PS5 他的很多東西是不能通用的 因為呢 PS5啊 他將近可以相容 PS4 99%的遊戲 你目前在PS4上面所買到的遊戲 有99% 他這個主機就是相容的 簡單來講是 向下相容 對 向下相容 所以他其實這個功能我覺得相當不錯 對我有PS4的人 其實我沒有 假如我有PS4 那我買了PS5 我要把PS4賣掉嗎 其實不用 因為現在PS4啊 他已經有新增一個功能 就是 Remote Play PS5 也就是說 其實你把這台PS5放在客廳遊玩的時候 哪怕是你的家人啊 太座或親戚朋友 他們可能需要用到客廳的電視 但你一樣想要玩電動的時候 你該怎麼辦 你就可以把你的PS4移到你的房間 或者是移到電腦旁邊 用他 Remote Play來玩PS5的遊戲 對 等於他可以遠端自己家裡的一個主機 然後去做一個遊玩 那甚至是 如果你的公司 工作室 的網路很好 住家的網路也很好 那你可以把PS4 一台放在工作室 那你的PS5放在家裡 你隨時可以用PS4原段換 再玩你的PS5 接著玩 他 並沒有因為說出了新的主機 而放棄了舊主機的玩家 當然你要有最好的體驗 當然建議還是要更換 升級設備 對要升級設備 最少升級成4K的螢幕啊 他的喇叭的部分 是有支援到7.1聲道 所以你家裡的那個音響效果 如果很好的情況下 我是覺得可以直接用啦 但是如果你以 預算沒有那麼多的用戶族群 我建議就是直接買一組耳機就好 PS他們本身原廠出的耳機 我覺得還蠻佛心的 因為像他原廠的耳機啊 不管是PS4或PS5 當時的價格通常 入門款通常大概三千塊以內 三千塊上下 你就可以入手 而且他都是有支援到 虛擬的7.1聲道或5.1聲道等等 以上就是我們PS5 PS5的快速上手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我是凱特 我是阿貴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喔 Eddie AfD 及到